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解课讲到了我们条件判断函数 以及我们的系统信息函数 那这解课呢 把剩下的一个加密函数 和一些常用到的函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买思考中的函数就学完了 那首先来看一下 常用到的加密函数 在这儿呢给大家列了这四个 那后两个呢这个用的比较少 你简单的看到一下知道一下就可以 那前两个呢用的比较多 那首先呢第一个MD5 它和我们PeerP中的MD5效果一样 这是加密的函数 返回32位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Select一个MD5的Admin 结果返回的是一个32位长度的一个字符串 那不信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字符串的长度 写成一个LensMD5的Admin32 经常呢对我们的这个密码进行加密 那现在呢第二个Password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MySQL用户 添加用户时写的这个密码 包括我们自己在新建 包括在安装MySQL的时候 系统给你新建了一个root用户 它的密码呢也是通过Password来进行加密的 通过这种密码算法 包括以后我们会学到用户的一个管理的时候 添加用户的时候 也是通过Password对用户的密码进行加密 不信的话先简单的来看一下 Use一下MySQL 接着看一下show tables 在我们MySQL数据库中有一个user表 你可以查询一下select信号fromuser返形-大G 一共有四个用户 那第一个用户呢也是我们的系统的默认用户 root用户超级用户 它的密码呢我们当时给的密码是一个root 你可以看到结尾是911b 接着再往下还有这个root用户 包括再往下我们写了一个king用户 0718 它都是通过Password加密之后返回的结果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select一个password root 包括password写生一个key 加密的结果911b 还有一个是0718 等以后我们也会用到这种加密算法 当我们对用户进行管理的时候 就会用到 你不可以通过MD5 对我们的用户的密码 系统用户的密码进行加密 或者说我们添加的用户的密码进行加密 这一点需要注意 等我们讲到这个用户管理的时候 再来用 首先你先简单的知道有这样两种加密的形式 接着再往上看 看到一些其他常用到的函数 在这儿呢可以简单的带着大家过一下 像我们的format函数 它是将我们数字进行格式化 保留小数点后几位 你可以这样来写 selectformat 3.14567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3.15 那也可以通过ask码 来得到字符中的第一个指定字符的ask码值 你可以写成一个 this is a test 或者写成一个abc 它只能得到第一个字符串中 第一个字符的ask码值应该是97 包括b hex oct 它返回x的一个二进制编码 你可以实验一下b的 写成一个5 接着hex的5 再有oct的5 返回的是它的二进制编码 接着这个呢是返回它的16进制编码 以及返回我们oct的一个8进制编码 这样一点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conv 将我们的x从指定进制转换成另外一个进制 你可以简单来实验一下 select一个conv5 转换成从10进制 转换成2进制 那应该得到的是101 那转换成多少呢 我们再来写成一个35 从10进制转换成2进制 或者是再写成一个 从10进制转换成8进制 包括从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 也可以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inet下号线at1 将ip地址转换成我们的数字 假如说以后我要存 用户的ip地址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转换之后 用整形来存 你可以这样来写 select一个inet下号线at1 127.0.0.1 接着得到它的整数是多少 那我就可以通过整形来存 同样的还可以把它反过来 select一个inet nota 把这个整形数字 返回成我们的ip地址 706433 inet nota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写错了 ntoa 我写成nota了 ntoa 你看到又返回成我们的ip地址了 那这一块呢 你也需要改一下 是ntoa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锁相关的 我们可以通过get lock 来定义一个 以这个名字为名的锁 后边的第二个参数是时间 你可以写成一个select get lock 如果定义成功呢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key 返回值 假如说写成一个十秒 返回值为1 代表这个锁创建成功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通过 is free lock 判断这个锁 是否已经被使用 free lock 根据这个名字来判断 is free lock 那证明0 是代表使用这个锁的 那一会儿过时的话 它就会变成 is free lock 证明已经使用的这个锁的 那接着 判断这个锁是否存在 我们也可以通过 release lock 来解锁 当你使用release lock 的时候呢 那一个新的锁 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之前的锁 就会被删掉 或者说 如果你再通过 get lock 创建一个新锁的时候 之前的锁 也会被删掉 你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select release lock 创 解锁一个key 你看到 证明得到1 证明释放这个锁成功 那接着你再判断一下 is free lock key 得到的值不是0了 这个锁已经没有了 或者我们再来创建一个锁 select的一个get lock 写成一个 mise 10秒 成功 那接着再判断一下 这个锁是否存在 is free lock mise 如果返回的是0 代表存在这个锁 那接着如果你再来创建一个新锁的时候 这个锁又被删掉了 写成一个abc ab也行 5秒 接着你再来判断 mise这个锁是否存在 它返回的是1 证明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使用 那接着你看到 这是我们miseco中常用到的这些函数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最后这一点测试一下就可以 以后呢 在具体的应用中 如果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